1963年的夏天 地球看起来很可能像是另外一个土星 因为它突然之间就多了一道光环 为什么 今天给你分享的这个故事 非常离奇 也非常耸人听闻 但它还就是真真切切的发生过 把整个世界都吓得不轻 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60年前 上个世纪50年代 美苏正处于狂热的冷战当中 彼此的被害妄想症都有不断升级的迹象了 其中就比如 他们一定会先日原子弹来炸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造的比他们更多才行 他们一定会先占领太空 然后想在上面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进军太空的速度一定要比它更快 还有 他们一定已经有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要破坏我的通信网络 所以我就必须要设计出一个 它肯定破坏不了的通信方式出来 等等这些 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在解决第三个问题了 通信 那个时候还没有通信汇星 所以远距离的通信主要依靠两种方式 一种是电缆 比如电话电缆和电报电缆 它们跟今天的光缆一样 在跨越周际的时候也是被埋到海底的 显然苏联想要破坏它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邪恶计划 一把剪刀和一个潜水面罩就足够了 挑容易的位置下手 海底并不总是无懈可击的 另一种通信手段就是无线电了 由于地球表面是弯曲的 所以实际上你瞄准某个方向射出去的无线电 它最终泡到天上去了 不过意外收获来了 人们发现大气层中的电离层是可以反射无线电的 于是远程传输无线电就可以这样来操作 像打乒乓球一样 让它在地表和电离层之间不断的弹来弹去 并越弹越远了 最终就能够达到目的地了 说实话 这种方式哪怕是当时强大的苏联靠人为的干扰和拦截都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美国人能够安心了吗?也不行啊 因为苏联人导不了乱 太阳却来捣乱了 电离层反射无线电波的效果是由太阳风暴来支配的 这更是一个望尘莫及的不可控因素了 手上这两张牌都是小牌 美国它能不着急吗?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MIT林肯实验室的研究员站了出来 小声的说道 或许我有一个办法 此名叫沃尔特·莫罗 1951年加入林肯实验室 期间担任了很多重要项目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在官网的介绍页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还在1977年至1998年期间 担任了该实验室的主任 可见是个重量级的人物 当然他在1958年提出的那个建议 也是重量级的重约20公斤 20公斤开什么玩笑 不是在开玩笑 那20公斤可是有大约5亿根这样的 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铜丝组成的 而且还是分布在从地球表面往上走 3500公里才能够到达的轨道上面的 这个疯狂的计划叫做西福特计划 理论依据是 用这些环绕地球的细铜丝组成一个永久的 不受太阳干扰的 苏联人也够不到的无线电反射器 让美国人享有真正的环球通信自由 够不够伟大 够不够给力 美国军方简直是爱死没落了 于是马上就拨款要求其加快进度 把想法变成实践 消息一传出 整个世界的科学界都不淡定了 尤其是天文学家们 虽然那会儿大家还没有太空垃圾的意识 但总归觉得 这样做太过分了吧 大家对西福特计划的谴责和声讨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科学家们认为 这些数量中多的同时会直接干扰光学和射电天文学的观测 第二这样做 无疑于美国向全世界宣布 你们看整个天空都是我的呀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拿我怎么着 第三这样的研究完全就出处于军事目的 也全由军方控制 科学界根本就得不到公开通明严格的平易权 也就无法保证它在科学上的严谨性 等于完全就是把外城空间的命运交给了一帮军人想想就害怕 所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就正式表示反对这个项目 美国国家科学院也成立了专门的监督委员会 逼得肯尼迪总统不得不做出让步 承诺说 我们保证将这些同事放置在较低的轨道上 大家别担心了 他们两年内就会重新进入大气 烧得连个炸炸都不剩了 你们的天文观测完全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我们美国是开放的 是公正的 是能够接受大家的批评和监督的 宇宙空间永远属于咱们全人类 我们只不过有义务为全人类谋福利 所以这番话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但美国就是美国 你反对我就真不干了吗 那不是我的行事作风 照做 1961年的10月21日 第一批搭载着同事的分布系统被送入了太空 但是在一天之后 它没有能顺利展开 后面就失联了 命运至今都还是个谜 科学家们看到美国政府完全就不听劝 便纷纷开始了新一轮的谴责 说你这次在披着体面的外衣干 不是人的勾当 跟犯罪有什么区别 美国政府反而是越骂越勇 第二次发射居然还成功了 1963年的5月9日 终于5亿根系统丝被撒到了天上 它们每根长1.8厘米出0.02毫米 以每天1600公里的速度 快速的在3500公里高的轨道上分布成一条宽约8公里 厚约40公里的金属光环 穿行期间你会在每立方公里的区域里面收集到大约15根系统丝 那么它们真的有效吗 一开始是有的 因为1.8厘米的长度正好是从地球发射的8GHz无线电信号波长的一半 所以理论上它们每一个都是很有效的偶级天线 而一开始的实验也的确是宣布成功了 这些同事很好的在加州与马萨朱塞兽之间充当了通信中继的角色 但随着同事不受控制的进一部分散 它们的传输能力大大下降根本就失去作用了 也幸好是这样 美国政府才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要知道它们原本还有好几颗这样的散布器在等着要上天 所以我们该松口气了吗 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 这些系统丝早就该毁飞湮灭了吧 可情况真没有那么乐观 2001年欧洲航空局发表了一份报告 分析了其中两团西福特计划遗留同事处的情况 听好了 只是其中两个还处拥成团了 报告中说 由于裹住同事一到真空中就该蒸发的本凝胶 不一定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所以有一些同事实际上是聚集在了一起 把自己裹成了更大的一团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罪物大气烧掉 而是继续停留在了轨道上 至今都还能够追踪到它们的心中 确凿无疑的加入了太空垃圾的行列 虽然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但却也是最诡异的一部分了 希望这样的诡异和疯狂不再上演 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是火箭书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谢谢大家